超累甲你知道今天寶箱裡面放置的是什麼武器嗎 這一次呢我還真不知道是博士擺放的 要不要這麼神秘啊裡面會不會是機甲跟坦克呢 唉算了不猜啦反正也猜不中 對嘛一會打開你就知道了 接下來呢我們要直接進入我們的主題啊 你知道是啥嗎 我知道啊就是抽出上一期的帶超累甲 把握開下評論一般留言的細小觀眾 我們要送出我們的樂告禮物 好的那接下來呢我們就直接抽出上一期的細小觀眾吧 打開我們的評論區 開始轉動 轉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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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誒獲得我們這期樂高禮物呢是這位名叫 獲得最好吃的小伙伴 恭喜這位小伙伴 音群不錯啊 恭喜這位小伙伴獲得我們這期的樂高禮物 還是老規矩哦 只要在超累甲的保護開下評論一定下方打上數字一 下一期的這個手呢就是我們的開獎環節了 超累甲為隨機抽起一位細小觀眾送出我們的樂高禮物 好的那接下來就直接開啟我們今天的寶箱吧 超累甲你幫我把這個寶箱打開啊 裡面到底裝的是啥呢 我也在好奇啊 博士呢從了到尾都說 誒 今天這個寶箱怎麼都打不開呢 我看我邊上的這個寶箱試一試啊 這些寶箱怎麼啦都這麼難開嗎 對啊 我再試一試啊 誒誒你的這個寶箱打開了 都差不多了 我們來看一下大大這個寶箱裡面裝的是啥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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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还没想 我的这款呢 没有大产那款专战的火炮多啊 它的火炮呢 比我多好多门啊 看来我们是遇到对手了 那接下来呢 就直接让我们进入第一轮的对战吧 我该试了一下 威力呢 确实不弱啊 就是这个距离呢 很难打中你啊 现在要尽量的往前飞一点 我的火炮威力呢 也不是盖的 哎呀 就是打第一了 现在我们要将火炮抬起来 哦 大产的火炮呢 一直在往我身边插过啊 他说不能被他给击中 哎呀 我刚说 好吧 第一轮呢 我的螺旋就被他给击中了 厉害吧 接下来呢 我们直接进入第二级的飞战 我们一定要想听大产的火炮啊 他有瞄准技的 我们这款直战技能没有瞄准技的 所以他非常的吃亏啊 我小心啊 现在他已经距离我们了 大概一百米左右啊 注意别被他给击中 躲过他的火炮 很好 哎呀 我的机翼尾部被他给击中了 把你打破了一下 完胜你啊 接下来呢 我们直接开启第二轮的宝箱吧 第一轮呢 我们可是两局全输啊 第二轮呢 我们可不能再输了 大产那个宝箱呢 已经帮他打开了 我们来看一下 哇 他这一款呢 是双旋翼的直升机啊 看他这一位威力呢 也是挺强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里面呢 是装的哪一款直升机 哎 我这一款呢 也是双旋翼直升机啊 不过呢 我的螺旋是上下安装的 大产的那一款呢 是前后安装的 帅侠 我刚才试着想 我这一款直升机呢 他的火力啊 也非常的猛 你今天硬气不错嘛 看着装备呢 都挺好的啊 你别慌啊 我会好好让你呢 我们直接进入第二轮的战斗吧 大产的口气还不小啊 我的这一款直升机的实力 有那么差吗 让你坚持坚持我的厉害啊 现在呢 我跟他同时起飞 大产呢 就在我们的正前方啊 我们要注意躲避他的火炮 我们先率先发起攻击 刚刚那几炮呢 我没有打中他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火炮呢 一直往我直升机的边上飞过 完了 我刚才是轮胎 被他给打中了吗 还好啊 我敢直升机的螺旋桨 被他给击中了 击中就完了 我们会失去动力了 稳住我稳住我 没打中 好 我们现在再慢慢的飞进他 哎呀 我这直升机 太低了 飞低了 我们要将火炮给抬起来 打中他了 刚才看到没有 打中他了 但是他没有冒烟 没有气过 哎呀 不会吧 我刚才有击中他 但是没将他给击毁 看来我这架直升机的火炮 威力弱了许多啊 好 我们再来一遍啊 刚刚呢 打中他了 但是呢 后面被他回击了一下 结果我的直升机 被他给击毁了 好 现在让我们继续 哎 小心 我又打中他了 又打中他 看到没有 哦 原来我这是有瞄准机的 好 那我们要用上我们这个瞄准机 哎 我打我打我打 小心小心 呃 瞄准机能不能打中他 哇 我击中他了 但是他的直升机都没人坠毁啊 这什么情况 他的防御力有这么高啊 这样打了还不能将他给击毁 哇 太难了吧 你这直升机是有金刚不坏之声吧 不然我怎么这么难打 我们现在进去再靠近一点啊 哎呀 瞄准来 我打 哎呀 又让他躲过去了 再打 啊 刚刚我已经击中他了 就什么能将他给击毁 哎呀 我的直升机挪在脚 不能给击中了 完了完了完了 我的直升机还能开啊 还没坠毁 没关系没关系 我们加把机 哎 我打 哇 太难了 我的机他这么多下了 还不能将他给击毁啊 哦 哎哎 他的直升机往下降了 哦 失去动力了 哦 可以啊 终于将他给击毁了 啊 1比1 1比1啊 你这火爆威力也太弱了吧 当我这么多下呢 才将我给击毁 我们是三局两胜质的 再来一局啊 谁说我的火爆威力弱的 哎 大家一起飞呢 就被我给击毁了 2比1 第二轮我拿下 哎呀 看来我是呆的 接下来呢 我们回去开最后两个宝箱吧 好的 最后轮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宝箱里面呢 到底装的是啥型号的直升机啊 今天的宝箱呢 天然打开了 我们直接用上燃烧弹 进到里面 哎呀 这一款直升机 我是第一次见的 这是什么型号的直升机啊 它的外观呢 挺科幻的 然后大傻的那款呢 也不错啊 它的体积呢 比我大许多 哇 它的这款直升机呢 我们也比较少见了 来吧 超理家 最有人的决箱机了 看下我们谁能拿下 好的 我这款直升机呢 虽然体积小 但是呢 它的灵敏度还是挺高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傻在哪 哎 它躲在了那栋楼的背后 哎呦 它直接把这两个楼给寄毁了 哇 它的威力挺强的 打开瞄准锯 哎呀 我这个竟然没有瞄准锯啊 那我这精准度呢 就弱了许多 啊 完了 我们的 奇异呢 被它给击中了 好吧 那第一轮的对战呢 是大傻获胜啊 可恶啦 接下来呢 我们直接到这个位置起飞啊 赶紧飞过去 哎 他现在躲哪里去了 哎 躲到哪里去了 我怎么没看到他 哦 看到了看到 在我们的右边啊 哇 小青 哦 完了我右边的机又被它给击中了 两轮 哎呀 我们两轮啊 两轮都送给他了 我就不信了 我们现在第三轮 直接进第三轮了 啊 可恶了 刚刚那两下呢 都是率先被它给击中了 这一下他没有发现我吧 我们偷袭他 哎 哎呦 他转过来了 完了被它给发现了 嗯 没有看到我 别打中我 哎 别打中我 哎呀 我想偷袭都不行 哦 但是我这下直战机呢 还没有被他给机会啊 啊 那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哎 我们看一下这下能不能将他 给打下来 哇 好吧 今天呢 我们第三轮的对战呢 还是以惨败收场啊 好了 本期的游戏结束呢 到此结束啊 我是超脸侠 希望我的解说 记得点赞加关注啊 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